各位同学大家好,之前我们完成了超级管理员的注册流程, 用户表里边也保存了超级管理员记录, 那么这节课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用户记录来做一下用户登录的流程。 我现在打开了手册文档, 那么这一集的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三章第13小节。 那么既然说我们要实现用户登录这个流程, 咱们首先要知道如何判定登录, 在eMOS系统的这个用户表里边并没有password的字段,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根据用户名和密码来判断用户是否可以登录。 我们设计这个eMOS小程序的初衷, 只希望用户不用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拿着微信就可以登录eMOS小程序了。 所以在这儿咱们去看一下用户表里边, 跟微信有关系的字段只有三个。 这三个字段分别是OpenID, 还有昵称以及头像。 看起来这三个字段好像跟登录都没啥关系。 在这儿我就直接告诉你结果吧, 我们是根据OpenID来判断用户是否登录成功的。 有些同学可能不理解这件事情, 没关系, 咱们看下面的这个流程图, 我拿着这个流程图给大家讲解一下, 你就能明白我是怎么设计这个登录流程的。 比如说咱们编写eMOS小程序, 只要用户在登录页面上点击了登录按钮, 这个小程序就获取一下临时授权自无串。 小程序通过阿甲克斯把这个临时授权自无串发送给后端的加码系统, 加码系统得到数据以后首先是要做验证的。 如果没问题的话, 后端系统拿着临时授权自无串, 到微信平台换取OpenID自无串。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一个用户在某一个小程序上面的OpenID自无串是永远不变的。 即便这个临时授权自无串跟以前不一样了, 也没有关系, 我们换取到的OpenID自无串跟以前是一模一样了。 所以不管什么用户想要登录咱们EMOS系统, 首先去获得一下用户的OpenID自无串。 那么接下来咱们加码项目, 拿OpenID自无串到用户表里边去判定一下 是否存在OpenID自无串对应的用户记录。 如果存在这样的记录的话, 咱们就可以判定用户肯定是激活成功的。 只有激活成功的用户, 它的微信账号才会绑定到用户记录里边。 激活成功的用户, 我们可以判定是咱们EMOS系统的员工。 所以员工登录咱们必须是要放行的。 在这儿咱们加码系统就可以判定用户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 咱们接下来是要并行做两件事了。 第一个就是小程序这一端要跳转页面, 从登录页跳转到首页,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跳转到首页以后呢, 还要提示一下用户, 现在你有多少条未读的消息。 这些消息是怎么来的呢? 各位同学请看, 就是说用户登录成功以后, 后端的加码系统要从消息队列里边去读取一下未读的消息, 然后小程序首页呢, 才可以弹出这个通知消息, 提示用户你有多少条未读的消息。 所以呢, 跳转页面和接收消息是一个并行的过程。 那么咱们继续的往下看吧。 如果在用户表里边不存在这样的OpenID字母串的话, 也就是说在用户表里边不存在微信激活的用户账户, 那既然说你这个微信都没有绑定用户记录, 那我们为什么要判定你登录成功呢?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直接判定用户登录失败。 在小程序页面上就可以弹出一个提示消息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纵观这个流程图呢, 我们判定用户登录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在于, 用户的OpenID在用户表里边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就是咱们的员工, 是咱们的员工, 那咱就是无条件判定他登录成功, 否则的话用户是不可以登录的, 是这么一回事。 接下来呢, 咱们去看一下代码怎么写, 在这儿呢, 咱们首先把持久层的代码给写一下, 我们先把CQ语句给写出来吧, 咱们找到这个XML文件, 在里边呢, 写一个Select语句, 查询的是哪张表呢, 是用户表, 给的这个查询条件就是OpenID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把这个微信账号的OpenID字母串给查询到, 然后呢, 拿着这个OpenID字母串到用户表里边检索记录, 那还有一个条件呢, 就是用户必须的是在职的状态, 查找到这样的用户记录以后啊, 咱们只返回一个字段就行了, 就是ID, 如果说咱们判定用户登录成功, 咱们是要往小程序那一端返回令牌字母串的, 这个令牌字母串是怎么来的呢, 是根据主件来生成的, 就是根据这个用户的ID来生成, 我在这儿必须得查找这个用户的ID啊,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查找的这个字段只有一个就行了, 就是ID, 但是如果我们根据OpenID没有查找的用户记录的话, 在这儿这个slag字句返回的结果就是个空值, 我们再去声明这个slag标签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规定的ResultType不能是小写的INT, 小写的INT是无法保存空值的, 在这儿呢, 必须是声明成Integer, 包括我们一会儿在声明这个DEO方法的时候, 这个方法的返回类型也必须是Integer, 不能是Int, 那么这个是DEO方法, 在这儿呢, 加的这个参数是OpenID, 因为要根据OpenID去查找用户记录嘛, 这是DEO里边我们要写的一个抽象的方法, 写好了持久层以后, 再往下去应该是写业务层的代码了, 各位同学请看, 咱们首先找到User Service接口, 在接口里边我们定一个抽象的方法, 比如说呢, 抽象方法就叫logan吧, 因为我们是要做登录流程嘛, 接下来呢, 这个方法接收的参数是临时授权字母串, 一会儿我们在实现logan方法的时候, 是要把临时授权字母串换取OpenID字母串了, 看好了在这儿, 得到OpenID字母串以后, 接下来咱们拿着OpenID到DEO里边, 去查找数据, 如果有这样的用户的话, 咱们把主件值得到, 如果没有这样的用户的话, 咱们判定一下, 这个ID如果是空, 咱们就抛出一个业务异常就行了, 告诉这个客户端呢, 你这个账户不存在, 那换句话说呢, 你就不能登录以MOS系统, 就是这么一回事, 再往下呢, 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呢, 是写了一个注解, 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开发到消息模块,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就是用注解替代, 从消息队列里边提取用户的消息, 再往下呢, 就是返回用户的主件值就行了, 因为在外部层呢, 是要根据ID去生成令牌字母串, 返回给小程序的, 所以我们这个业务方法呢, 是必须是要返回ID才行, 各位同学, 那么看到以上的这些东西, 都是一会儿我们要实现的, 咱们就先把SQL语句写了, 然后呢, 再去写DO和Service, 好, 咱们切换到ID上面吧, 我首先呢, 打开TBUSERDO这个XM文件, 文件里边去看一下, 在这儿有一个自来个标签, 它的ID呢, 叫做SearchID by OpenID, 之前呢, 我们写过SQL语句, 并且呢, 把它定义成自来个标签了, SQL语句对应的DO抽象方法呢, 咱们也声明过, 咱们去看一下吧, 我们去找一下TBUSERDO这个接口, 在这儿呢, 我们之前定义过抽象方法, 所以说, 抽象方法我们就不用再重复的声明了, 接下来咱们就直接写业务层的代码吧, 那我们去找一下Service接口, 在这儿我们去找到UserService接口, 包括它的实现类, 咱们一会儿呢, 都是要写的, 在这儿我先把接口打开, 在这个接口里边, 我声明一下Login方法, 这个方法是抽象的, Public返回的结果呢, 是Integer类型的, 方法的名字呢, 叫做Login, 传入的参数啊, 是临时授权自无串, String, 在这儿呢, 是Code, 接下来呢, 咱们去找一下接口的实现类, 找到这个实现类以后呢, 就够报错了, 没关系, 我们呢, 根据提示啊, 把抽象方法给实现一下, 在这儿呢, 咱们去写一下代码吧, 比如说, 咱们要写的这个第一个代码呢, 是根据传入的参数, 临时授权自无串, 咱们要拿到这个OpenID自无串, 在这儿我先声明一个变量, 叫做OpenID, 用它来保存注具, 我们去调一下之前我们声明的私有方法, 这个私有方法叫做GetOpenID, 拿着临时授权自无串, 换取OpenID自无串, 就是这个方法干的事, 好了, 既然说我们知道了OpenID自无串以后, 咱们去调DL里边声明的方法, 咱们去调一下UserDL里边的射射方法, 就是SearchID byOpenID, 我们把OpenID传进去, 接下来咱们是声明一个Integer类型的变量, 来接收一下用户的主件值, 好了, 有了这个ID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要做一下判断, 如果ID等于等于Now的话, 就代表说, 没有查找到这样的用户记录, 没有这样的用户呢, 肯定是不能登录的, 在这儿呢, 咱们就直接抛一个异常吧, Through, 然后是New, 以MouseException, OK, 里边的内容我写一下, 写好之后呢, 我在这个位置啊, 加一下注键, 我把这个注键呢, 写成了Toto, 将来呢, 我们找起来非常的方便, 写完之后啊, 最后我们加上Return, 返回一下主件值就行了, 各位同学, 这个呢, 就是业务层的代码, 我们已经写完了, 这节课的任务啊, 就是写一下持久层的代码, 包括业务层的代码, 下节课咱们就应该是去写web层的代码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咱们下节课再见吧,